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查尔斯跟民众握手之意看起来精神不错 还有人说查尔斯跟他养的狗一样老当义壮 握到手的民众超兴奋 看到离癌的国王还安好也松一口气 只是查尔斯二月诊断出离癌之后 隔了快两个月才公开露面 还是难以平息外界的猜疑 现在还有美国的八卦杂志爆料 75岁的查尔斯其实是罹患有癌王之称的胰脏癌 非常难治 还说他身体虚弱只剩下两年的寿命 王室已经在规划名为梅奈桥计划的国王葬礼 是以他封地的一座桥梁命名 另外现在还传出脱离王室的哈利王子 五月会专程回英国跟父王查尔斯见面 似乎也呼应国王似乎不如外界想象的这么健康 但是这些消息王室都还没有证实 第一位健康亮红灯的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以色列在最近爆发了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 民众希望纳坦雅胡下台负责 不过他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去做了善气手术 时间点就引发揣测 他是不是想要避风头呢 示威者直接被警方又拖又拉赶出公路 还有人是坐在路面上被水柱狂喷 这混乱场面就发生在以色列夜路撒冷 反政府民众点燃信号弹 还燃烧物品冲上公路霸路 截断交通 连天桥上都挤得满满满 民众高举国旗要求总理纳坦雅胡下台 连台拉维夫都有一起串联的大规模抗议 民众怒劈战事持续超过半年 除了换球没有救出任何人质 还需要牺牲更多后备役上战场 许多后备役男更是不满犹太教的正统派 享有免兵役优惠 冲进耶路撒冷最知名的古老街区百倍之地 两派大打出手 对加萨战事反而成了以色列的内耗 而纳坦雅胡偏偏挑在这个时候 宣布他要去进行善气手术 得占领职位 证实手术期间职位将由副总理李文代理 纳坦雅胡话风一转再次强调会攻拉法 以色列对进攻拉法立场不变 还是持续在加萨扫荡 宣称又在西法医院歼灭了多达200名的哈马斯 另外也宣布击毙黎巴嫩真主导反坦克部队的高阶指挥官爱新 以军的作战行动一南一北依旧不打算停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巴勒斯坦的新内阁在三月底就正式就职了 由来自加萨的八名部长组成 当中包括一名负责救济事务的国务部长 而总统阿巴斯也在新政府宣誓就职之后发表了谈话 他表示新政府将会进行广泛的政治改革来提高效率 为全体的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加强加萨地带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来振行巴勒斯坦的经济 而秘鲁的女总统最近卷进了贪腐遗云 检调在她的官邸内搜出了精品劳力士手表 认为这就是贪腐的证据 不过她不断强调自己的清白 而且说会做到2026年任期结束 绝对不会 请辞下台 警察大头阵强硬敲毁大门 几名官员店后深夜全程直播 秘鲁总统官邸遭破门搜查 总统伯鲁阿尔特2022年上任后被发现 开始穿金带淫 这回遭检调指控涉携贪污 还疑似少申报资产 秘鲁媒体爆料 伯鲁阿尔特多支劳力士表中有一支价格 还高达1.4万美元相当于台币44万 会引人起疑的关键在于 她在2021年副总统兼部长的月薪 也不过只有台币26万左右 担任总统还减薪到13万多 怎么会买得起名贵手表 面对检调指控火速否认 强调所有贵重物品都是花继续买的 波鲁阿尔特表示不会主动请辞 不禁让人回忆他当上总统过程 有多戏剧化 2022年前总统卡斯蒂约也涉嫌贪污 任期内企图政变解散国会 但还是遭到罢处被逮 时任副总统的波鲁阿尔特顺势上位 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波鲁阿尔特曾因律师出身 形象正派 现在卷进贪腐疑云 加上秘鲁总统几乎年年换人 恐怕难以撑到2026年大选 TVBS新闻综合报告 也爆出贪腐丑闻的 还有南非的国会议长 传出他收受了台币400多万的贿赂 而且警政系统现在也几乎是全面失灵的 不过南非现在治安败坏 谋杀率攀升到20年来最高 现在当地的暴力抢劫 跟劫车这些犯罪问题 都交给了私人的保全公司来处理 拔枪和歹徒在公路上激烈枪战 这冲在第一线打坏人的不是警察 而是南非的私人保全 一收到无线电通知 马上油门一踩去追赃车 冲犯罪现场比警察跑得更前面 这已经成了南非扭曲的新常态 横法有枪有无线电通帘 被默许成为警察的代班人 这些私人保全快成了南非整肃治安的最后一道防线 因为现在南非一年平均发生两万起的窃车案 谋杀率更来到二十年新高 但是警方却因为贪腐严重几乎失能 多达五十万的私人保全就像佣兵取代了人民保姆 从追偷车贼到面对火力强大的黑帮抢劫运超车 都得办 CN就找到了一名金盆洗手的黑帮分子 坦言一切都是为了钱 有多少的犯罪就有多少的被害人 像是这名现在只能勉强行走的男子 他就是在开运超车的时候被抢 当下的歹徒叫他们几个人趴在草丛里面 结果是被炸飞的车顶砸中了他的双腿 从今以后不良于行 像这样的黑暗经历一再发生 而南非不止治安败坏警戒贪腐 就连国会也爆出贪腐丑闻 被指控收费的就是国会议长诺希韦韦 被爆出在之前担任国防部长的期间 收了13.5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430万的现金和一顶假法的贿赂 现在还拒绝警方逮捕 派出律师团拒捕并且否认收费指控 官员的贪污老百姓看了更心寒 因为他们现在连最基本的水都不知道何时会来 只能靠提来的水过日子 在约翰尼斯堡的外围郊区所围托 不分贫富贵贱都面临共同的缺水难题 但是约翰尼斯堡的缺水问题主要是因为管线年久失修 有多达40%的储水都是漏光光的 供水供电不稳定 民众叫苦连天 TD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年底美国总统大选目前的选情现在陷入胶着 因为川普跟现任总统拜登的差距缩小到一个百分点 不过有另一位第三方的候选人可能会出战 他是来自德州的一名男老师 甚至改了个非常特别的名字 来呼吁选民选谁都好 但绝对不要把票投给川普跟拜登 就算海利已经退选 竞选广告上前总统川普继续痛骂海利 这其实是竞争对手拜登总统最近的竞选广告 摆明了就是要赚海利支持者的票 只是拜登的竞选策略越来越大胆 海反呛只有小他四岁的川普你才老 拜登这场活动还请来前总统欧巴马跟克林顿 总统牌加持替他募款募到两千六百万美元 川普不甘示弱 也说他下周也能够募款募到三千三百万美元 根据经济选人最新的民调 川拜两个人的支持度差距缩小到百分之一 在统计误差之内 不过现在又杀出新的竞争者 这位来自德州的35岁男老师 为了选总统还改了一个超怪的名字 他现在叫做literally anyone else 字面翻译就是真的是任何其他人 意思是除了川普拜登之外的其他人 谁来选都好啦 带有浓浓的讽刺意味 想选还不一定能选 光是第一关他要收集十一万选民的联署都有问题了 但是他不孤单 因为根据皮尤民调多达四分之一的美国选民 跟他一样不想含泪穿败二选一 在军事方面 为了台海局势的变化来先做准备 日本冲绳的本岛反舰部队 在周六正式成军 不过就引来不少的冲绳居民抗议 他们担心这样的武装 反而会让日本惹祸上神 场外日本冲绳居民抗议反对武装化 会害自己惹祸上身 此时场内日本自卫队正在举行 反舰飞弹部队的成军仪式 首度在冲绳本岛部署十二式陆基反舰飞弹 日本改变部署战略 目前包括冲绳在内的岛屿 已经部署四个地对舰飞弹部队 约两百人 将来在距离台湾一百一十公里的 宇纳国道也要部署地对空飞弹 日本武装一千两百公里范围 海域内的重要战略位置 为的就是提前应对台湾有事 美日联军必须具备主动打击解放军的能力 同时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也宣布 要在冲绳仙岛地区设立五个紧急避难所 包括宇纳国道 石温岛公国道在内五座岛屿都将设立混凝土的地下避难所 坚固的程度要能承受飞弹爆炸的震波 而且避难时间至少要维持两周 另外冲绳的美军加首纳基地首度纳入安保土地名单 要管制机敏设施的土地不得落入外资的手里 而在大陆有好几个地区都遭遇了天气灾害 像是江西出现了狂风豪雨 吹倒了农贸市场跟大桥的路灯 而在贵州则是发布了冰雹预警 而内蒙古除了降下春雪之外 有多个地区是严重沙尘暴 甚至导致火车停尸 剧烈狂风和下不停的暴雨伴随雷电 31号凌晨强袭江西南昌 一座农产品批发中心检疫帐篷被吹倒 强劲的风势让多地传来灾情 有民众直击正在施工的大桥 路灯被大风刮倒 恶劣天气也影响贵州 30号汇水线遭冰雹袭击 露树树枝被冰雹砸落 停在路边的汽车也被冰雹砸到砰砰作响 多条道路都能看到冰雹堆积 再往北方看一样难逃气象灾害 沙尘暴滚滚袭来将半个天空染成灰黄色 30号晚上8点 新疆发布沙尘暴橙色预警 能见度小于500公尺 几乎同一时间内蒙也刮起强劲的沙尘暴 迫使火车停开 列车工作人员不断清扫吹入车内的沙土外 也尽力安抚乘客情绪提供泡面矿泉水 除了沙尘暴 内蒙呼伦贝尔市区还被突如其来的大雪覆盖 这场春雪达到大雪等级 导致机场部分航班取消 客运全线停运 近期大陆多地发生强对流天气 多架航班发生严重颠簸事件 浙江长龙航空飞往航中的班机 因为晃动幅度实在太大 除了乘客还有多名正在提供服务的空姐 不得不先蹲在走道 此外28号中国航空 上海飞往霍尔浩特的班机 也因为遇到强烈气流 机舱内物品被甩落一地 听到空姐哭腔 已经很紧张的乘客说吓到快吐了 在飞机平安落地后 不少人和航空公司投诉 国航事后发布致欠公告 TVBS新闻程序林敏珍 综合报道 回到台湾来关心是 保龄茶室的食物中毒案 检验的35项食材当中 都没有找到米酵菌酸 不过卫福部次长王毕胜说 不排除可能是前一批的果条出了问题 一些蔬菜啊 还有一些调味料啊 那这些 当然原始的果条 香兰叶这些都有验 通通都是阴性 亲自宣布保龄检验新进展 3月26号扣回的检体 全部没有验到米酵菌酸 包含酱油 老抽蚝油到食材 果条 红洗菇 鸡蛋到再来米 35样食材都是阴性 但却少了木耳 果条也跟同胞个案 吃下肚的不同批 26号拿回的食材 果条也是营性 下游这边不管是制造厂 或者是它制造厂的下游 我们都验了都没有 那可能之前的果条会有问题 果条跟木耳没有食鱼 也很难找到处于检验无望 而环境裁剪能否培养出戏剧 最快下周出炉 当然有可能 但在什么地方污染的 那这个当然没有办法去断言 不过目前一切证据 我想可能比较倾向于 在发生在保龄的这边 A13店这边的机会比较大 同步进行的 还有患者体内米酵菌酸裁剪 31例中5人聚检 饶和2例是阴性 多大自治人都是阳性 而其中也包含 加户病房的重症个案 目前5人仅有一人好转 4人还在昏迷中 有一人装了叶克膜 两人考虑换肝 状况非常危急 才用类似洗肾方式的洗血 排除毒素 米酵菌酸它本身是没有解毒剂的 而且它代谢比较慢 它每4天才会少掉一半 所以都是用这个 我们重症加户的 自治性疗法在帮他们 至于农粮署先前强调 米酵菌酸跟米 没有直接关系 专家也说 果条也非纯米制 应该改为野属菌酸 而卫福部本周也打算开更名会议 强调食物中毒案 仅限保龄A13店 要避免米酵菌酸 酿成更大恐慌 体育的新闻 西游祥将提议台北朝暴动 而究竟为什么同样是吃下米酵菌酸 有人重症 有人是轻症呢 这可能跟吃尽的量有很大的关系 而目前呢 有这个四个病人 仍然是呈现昏迷的状态 但是因为针对米酵菌酸 没有有效的解毒剂 医院只能够用支持性疗法 来阻止病狂恶化 保龄A13案风波是越烧越严重 但是根据了解 谁到现在都还有人在 家乎病房住院当中 其实怎么有些人是重症 有些人是轻症 医师也不排除 跟使用的量有关系 还是要看你暴露到的 米酵菌酸毒素有关 如果你暴露的量很多的话 那时候比较可能会重症 那如果重症的话 它除了急性肠胃炎 也会有多重器官衰竭 包括什么肝脏衰竭 肾脏衰竭 还有脑部病变休克 保龄茶室食物中毒案 累计30亿人通报 阳性新增两个个案当中 包含一名住在新北市系纸的 43岁女子 3月21号来到保龄茶室用餐 吃炒果条 后来头晕腹泻恶心 3月30号就医 目前已经回家休息 而在桃园有一个个案 这名男性患者表示说 在21号晚上7点多 餐厅只剩下果条可以点 他就把这一整盘吃光光 没想到记得两天腹泻不止 索性治疗之后状况恢复稳定 但有些患者目前还是不乐观 根据卫福部最新数据 重症的这五个人 有四个人分别在台北市的 北医三种马街医院治疗 另外有一名患者是在台南市的医院 当中四个人陷入昏迷 其中一个人使用液克膜抢救中 我们在治疗上有两点很重要 一个是验毒素 然后另外一个是培养病炎菌 就可以知道说哪一些抗生素 可以杀死这病炎菌 不过当然说如果说万一你产生 米酵菌酸的话这个毒素 当然目前是没有有效解毒剂 五名重症患者一男四女当中 有四个人是吃华丹和粉 一个人吃炒果条 旧医师解释虽然现在针对米酵菌酸 没有解药 但是仍然可以用支持性的疗法 帮助病人渡过难关 希望在紧急的救治当中 保住病患的性命 而针对这一起中毒案件 今天卫府部长薛瑞源 到立法院去做专案报告 而针对日前有绿营人士声称 这米酵菌酸可能是从大陆飘洋过改 流入台湾的 薛瑞源说不太可能 保龄茶室中毒案来委上直询台 要为副部长薛瑞源 查源头给出时间来 薛瑞源谈言无法给出最快答案 食材也都没检验出来 有米酵菌酸 不过就有绿营人士指源头可能是从中国大陆飘过来 难道食安也要抗中宝台 我想一个毒素飘洋过海来的话 应该比较不太可能是这个样子 因为它不是 这个毒素本身并不是说 单纯在实验室里面制造出来 一号这天在新增两例阳性个案 目前累计十四例 仍不排除事件和造货的果条有关 而保龄的产品责任险统统过期 食药署未来新增警示系统 但是产品责任险一定都要保 所以说未来这部分的话 我已经有交代我们食药署 那在他的非登不可的这个系统里面 要加上这个产品责任险的 什么时候到期 食安连环出包 卫福部网洋不劳 不过传出自己被点名留校查看 不想被点名留校查看 你自己怎么看 眼前食安风暴都处理不晚 520能否留任 部长似乎没时间管 TVBS新闻董游据李总泽台北采访报道 推出ChatGPT的OpenAI公司 宣布他们开发出了一套 可以模仿人生的AI工具 不过目前尚未正式对外来开放 官方宣称只需要一段15秒的语音片段 他们就可以透过AI语音引擎来生成相对应的音档 甚至可以直接转换成不同的语言 不过目前只会让少部分的合作伙伴来进行测试 而OpenAI解释 因为今年是选举年 这种语音引擎存在严重的安全性风险 并不适合直接对外开放使用 而提到AI的使用规范 还是有非常多不能跨越的红线的 像是在新北市的复兴商工校内的美术比赛中 第一名的作品就被发现是AI的绘图成品 而校方也决定要撤销这个奖项 一片云雾缭绕 美猴王拿着金箍棒展现霸气 这是复兴商工校内美展第一名作品大闹龙宫 只是却爆出是AI绘图 评审当中就有人感觉疑似 但是学生又觉得他本人他创作的 那既以保护学生 我们当然应该是有七成是用AI 他就是有承认某些部分是用 有点像拼错的部分 引起争议后校方3月31号深夜贴文指出 表示作者林同学当天晚间 与家长到校进行重新检视 该生也认了创作过程 作用AI辅助表示道歉并更正 先有AI专家透过YouTube影片 针对图片分析 包括明明是硬直物料 中间却出现布料 还有物体被遮挡处出现许多 歪曲变形等十一处不合理 该名学生还疑似自爆 放出自己作画过程影片 全程使用橡皮擦功能 作为笔刷描图 校方也回应吹哨者学生疑似遭施压的指控 强调学校尊重学生网络意见反应 这些事项都转请相关处事查核 也未有流传的既大过处分 只是没想到一场艺术盛宴如今全变了掉 TVB的新闻 黄军人SNG小组台报道 而AI技术其实也跟国家的科技战略息息相关 向美国就决定要升级对大陆的晶片禁令 包括要求挥达停止向大陆出口先进的AI晶片 传出美国正在拟定一份先进晶片的制造商名单 要进一步来阻止技术流入大陆 另外是日本跟欧盟也计划要展开会谈 讨论在晶片跟电池的材料领域携手合作 减少依赖大陆的供应链 再来看AI现在在大陆 则是被业者拿来抢清明节的商机 有一些电商平台提供了一种服务 可以透过AI技术来还原逝世亲人的影像 让消费者来跟亲人做近距离互动 大陆记者实测与AI复活亲人的影像 及时互动对话 这家位于广西南宁的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利用民众的声音素材照片结合生前经历 就能让逝去的亲人活灵活现 随着清明节逼近 来电询问和下单的数量都大幅增加 AI复活亲人商机看窍 电商平台价格从五块到上万元人民币 折合新台币大约二十几块到四五万元通通有 价格越高能互动的精细度就越高 但不止亲人能复活 近期包括李文大陆过世的明星乔任良都被网友重置影像 引发亲权争议 法律专家表示假设AI生成的内容带有侮辱性 或借由名人的嘴巴传播虚假讯息 都涉及侵犯名誉权 肖像权可能吃上官司 有心理专家认为 AI复活亲人或许具有疗愈的效果 但副作用就像海洛因 一旦沉隐将造成认知偏差 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不能不小心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亲民祭祖一般会有烧纸钱这样的习俗 不过大陆江苏省南通市的民政局就宣布 为了要破除封建迷信 提倡文明祭祖 未来会禁止辖下的殡葬业者制造纸钱 也不能够制作祭祖的纸杂屋或是纸杂人 围墙栏杆 大门一应俱全 里头房屋还张灯结彩 各种花俏的装饰色彩缤纷 不过仔细一看 这些两层楼高的建筑物 其实都是纸扎的 这些纸别墅价格约为三万多块新台币 内部大约食品 大到连成人都能在里面活动 江苏省南通市有一项特别的习俗 会在亲人刚去世或周年纪念时 定制一套来焚烧祭拜 但南通市政府为了提倡文明祭祖 破除封建迷信 最新宣布禁止制造销售 民币纸钱和这类纸扎物品 违反规定将储销售金额一到三倍以下罚款 引发市民强烈反弹 殡价是创想不了的 第一代价高 第二不容易保存 社会放松一点是慢慢来的 不是一刀切 殡价业者发难 批评政府不尊重传统文化 就连大陆官媒都不挺 认为南通市政府以封建迷信为由 竟全面封杀殡葬用品 太过简单粗暴 春节期间全国各地农村都有 请祖宗 宋祖宗这种仪式 这是不是封建迷信呢 国家财政部微信公号和全国人民一起 迎财审 这又算不算封建迷信呢 但有民众赞同 认为烧纸钱 烧纸扎物 根本污染空气 还可能引发火灾 这项政策能否落实 还得向市民多加选导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 今天在总统府跟蔡总统 还有副总统赖清德会面 双方针对台美合作 做了进一步的讨论 而同一时间 前总统马英九 则是率团二度访问大陆 马前总统率团二访中国大陆 在桃园机场发表行前谈话 在当前两岸情势紧张的时候 传递我们台湾人民爱好和平 希望两岸交流 避免战争的新生 我们此行既是和平之旅 也是友谊之旅 大约一分钟的谈话 马英九强调 自己没有公职 没有党职 能做的就是推动两岸青年交流 减少两岸民间敌意 马英九不要走外国 台湾国成员 因为马前总统是亲中路线 访问大陆不但无助两岸和平 还可能对台安全造成威胁 15人早上10点不到 就到桃园机场喊口号 和上演行动去抗议 绿营立委也对马前总统二度访路 提出质疑 也呼吁马前总统 那个到了中国之后 要知道说自己的身份 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那不要过去的中国 那落入了习近平 这个一个中国的圈套 当世界越来越多国家走进台湾 台湾走向国际的此时此刻 中国国民党马英九 执意的走向中国 而且要走入九二共识 马前总统五二零前访问大陆 掀起议论 巧合的事就在马英九出发同一天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 分别与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赖清德会面 罗森伯格从2023年3月 接任AIT主席后 已经五次访问台湾 上一次是台湾大选后造访 不到三个月再次来台 以具体行动展现 对台美关系的高度 热忱 AIT新闻稿表示 罗森伯格此行重点将针对台美区域安全 贸易投资合作再进一步讨论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在宣购期间就引发了不少讨论的ETF00940 今天正式挂牌上市 而上周五的收盘净值就已经低于10块钱的发行价了 而今天以上市就破发 最低跌到了9.8元 跌幅达到2% 00940在今天挂牌上市了 国资人发现9点36分左右出现至少超过10笔成交量为174张的卖单 大喊大户别闹了 大户你坏坏 而周一稍作休息的还有大盘 虽然开出小红20319点 早盘异度上涨超过90点 但随后下修盘整 而近期话题火热的半导体 护国神山台积电计划在海外大举征裁 2.3万人 联电也传出夺下了iPhone大单 头片量达万片 不过股价周一都做修正 台积电跌0.51% 联电跌幅达0.38% 而i族群周一则是涨跌互建 技嘉标1.42% 违影涨0.22% 伪创广达则有下修趋势 不过有基金经理人提醒 本周即将进入亲密廉价 预料盘式多呈现高档震荡 要见到指数大幅攀升 较不容易 月新闻电声音节台北上报道 在这个万物起涨的时代 二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年增率还是继续上扬 来到了3.08% 以各个不同的项目来看 外食费上涨4% 房租则是2.21% 都显示国人的生活压力变得更大 大红豆 接下来就是我们家 也是更招牌的芋头 天冷来上一碗古早味烧仙草 可谓是身心都舒畅 但要经营一家店 除了食材成本 人事成本 还有许多的隐形成本 当然我们有冰厨 那其实刹冰机 才是我们真正的耗电的电源 因为两台甚至三台的刹冰机 我们是客来才会做一个开电的动作 有些人是用 他可以减低他的耗电量 当然是用这个一大桶的冰 然后挖过来 但是这样的口感确实是不一样的 为了餐饮品质 冰店该花的成本还是得花 毕竟巩固好客人才是长久之计 成本也只能是自己吸收 幅度的话 其实店价大概 我看了一下 其实大概12%或到15%不等 那再推速到 其实我们冰店的经营的 其实最重的成本 其实在于原物料 所以很希望是在一个政府能够 把民间的这个民心给安定的话 还是要强调用分段式的一个调涨 涨电价确实有可能会推升物价 国发会的主委就表示 如果说电价调升10% 那么就有可能会影响CPI上调 百分之零点一二 如果再加上其他间接性的影响的话 CPI上调百分之零点二到零点三 都有可能 虽然电价涨幅不是影响物价的最大关键 但台湾的物价确实正在攀升 主机总处发布二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达到百分之三点零八 是一年七个月最高 主机总处官员表示 主要是因为春节交通 以及食物类价格上扬有所带动 我们发现到其实过去这四年 年复合的成长率是来到了百分之二 那当然也就是代表说 其实在过去这四年间 我们其实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 通货膨胀的一个环境当中 台湾的这个物价指数 虽然通货膨胀的状况 不会太过激烈 但是要明显的有降温 甚至要回到过去 百分之二以下的一个情况 维持成为那样子的一个环境 难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推升CPI主要的原因 包含农历春节刚好在二月 部分服务费用都有所成长 食物类涨幅达到百分之四点四九 是七大象中涨幅最高 外食费上涨百分之四 房租年涨百分之二点二一 医疗保健费用也涨百分之三点二二 都造成CPI标高 那过去比较近的通过冲破这个3% 就是去年的十月 还有去年的一月 那2022年的三月到七月 这个都是超过3% 但是这个在台湾是蛮少见的 在2022年很多国家呢 其实都有这种通膨的压力 那比如说像美国那时候 甚至有突破七%八% 虽然CPI冲破百分之三 是少数的状况 但台湾目前仍然还在 百分之二的通膨警戒线上 依旧处于高档 显示物价涨势没有停歇 国人压力还是很大 尤其紧接着四月的电价调涨 可能也是原因 光是就电价影响CPI指数的 这个贡献度来讲的话 是相对比较低没有错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 不是那么单纯的一个现象 其实会影响到 民生各个工业面 或者是制造业面 甚至在很多的 这个民生消费的区块当中 服务链的这个 提供的价格的部分 也会有所调整 怕的就是业者的预期心态 将电价涨幅的成本 先算在消费者头上 导致物价上扬 但价格一旦推升 就很难有回头路 因为去年相较于前年的话 最主要是七期因素 但是我们知道说去年 其实是因为我们内需型的服务业 也是非常蓬勃的 那相较于前年 其实这个内需表现是萧条的 所以说去年的因素是需求拉抬 那前年的话 2022年最主要是速度性通膨 也就是说成本拉抬 台电表示真正的调整方案 必须等到电价审议会后才能确定 但方向仍然是朝用电大户承担较多的涨幅压力 会尽量减缓对一般民众的影响 不过就怕后续的连锁效应推升通膨 台北市有寿司店也传出了疑似食物中毒 交给记者余品杰 好 回转寿司也出现了食安问题吗 有民众日前到台北市中山区的寿司店用餐 四个人花了两千多块 吃完却直奔医院 因为出现了恶心呕吐 起红疹还有腹泻 医院认定疑似食物中毒随即通报 而卫生局随后也到场击查 带您来听一段现场访问 好 可以听到卫生局表示 现场已经没有同批的其余检体 不过发现环境有四项的卫生缺失 如果复查没有改善 最重可罚两亿 而对此业者透露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调查结果 不便回应 而缅甸内战的最新战况 政府军节节败退 还对反抗军动用了私刑 缅甸士兵一字排开 在首都奈比多大阅兵 前方检阅三军的是 当初发动政变的缅甸军头 敏昂来 他劈头就痛批反抗军事恐怖组织 今年缅甸阅兵不知罕见在晚间举行 还被发现出现特殊现象 就是现场穿裙子的女兵 看起来特别多 被解读可能是大多男性 都被派去打仗 除此之外 现场似乎也看不到太多 坦克炮弹等实质武器 缅甸内战进入第四年 年初却传出政府军有节节败退的迹象 二月时仰光的泰国大使馆 还出现排队人龙 现场男男女女都急着逃出国 就怕被抓去打仗 因为缅甸政府军突然下令 四月起全国征兵 而且男女都要服役 缅甸政府军这几年下来 各种暴行不声美举 包含这段去年十一月拍摄的影片 当时他们正嘲讽反抗军的三职手势 一群人之所以得意洋洋 是因为刚刚活捉了 两名年仅二十出头的反抗军成员 这段CNN独家掌握的影片 显示两名年轻人满身是伤 惨遭政府军淋虐羞辱 但两人最后都没有活下来 而是被动用私刑活活烧死 影片残忍到无法播出 死者的父亲也证实儿子惨死 只怕还有更多洞私刑的案例 没有被曝光 联合国缅甸情况调查员也说 缅甸政府军因为在短短几个月 失去上百个据点 压力下转而加强恐怖手段 针对百姓开刀 就连罗欣亚人都被当真肉盾牌 缅甸政府军从2021年政变到代捕翁山苏姬 2022年还直接处决民运人士 现在又被曝光残忍 虐杀反抗军的画面 似乎想藉由制造恐惧 比反抗势力低头 不过反抗军说他们不会退缩 其他欧美国家也高度关注缅甸局势发展 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说 将协调其他东协伙伴 给予缅甸民众必要协助 感谢观看